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CANNY廚房 今天為大家煮這個$39三塊的 街寶西蘭牛扒已經解凍 解凍之後加了鹽和黑椒 好 現在開火 小紅鍋 加點油 今次就用這個介花子油 好 加油 煎牛扒最重要是大火 最重要是夠熱 煎面才夠香 大約煎會變2分鐘 好 下去 下去就不用理會了 有油煎就可以了 煎出來 牛扒表面會香脆 裡面會更生 好 預備好一隻碟 我們準備上煎才可以 這隻很漂亮 預備刀叉 今天慶祝 大家猜你們慶祝什麼 刀洗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洗一下 好 現在差不多一兩分鐘了 差不多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翻了 1 2 3 有些蛋油 小 我們要翻了 小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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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覺得有點差 原來 這是熱質牛扒來的 也有可能 因為不夠熱 看它的感覺 大家覺得像什麼 就是 像普通茶餐廳的 早餐扒 就不是正式的牛扒 因為本來扒也不夠新鮮 因為鍋子不夠熱 所以弄得瘋子 這個錯誤自飯 大家一定要開大火 因為它有點收縮 所以它煎不久 要按下去 才行 哇 炸油 好 差不多 好 可以上碟 熄火上碟 都挺漂亮 表面會有點焦香 我馬上切來看看 它究竟是否很漂亮 究竟煎得好不好 是多成熟 好了 切開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這次煎得挺漂亮的 中間有些血水 它一切下去 肉汁都滴出來 好 馬上試試看 看看好不好吃 它有些紅是5成熟 很簡單 煎了2-3分鐘 有肉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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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虛樂路 有肉汁很硬 是不是很痛 我咬得很辛苦 很硬 證明一塊牌油多差 這把刀掉了 我還是不建議大家買的 知道為什麼嗎? 它一塊是160多克左右 39塊是三塊 但它的肉質很粗 雖然已經煎至5成熟 不算太熟 但口感也是非常粗 總結來說 都是不推薦大家買的 這個街寶的39塊三塊牛排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